大家好,这是电影,我们继续NBA RK17的街头篮球单挑系列 那么今天我来使用埃佛森 巅峰时期的埃佛森来单挑哈登 名人堂最高难度十分之 埃佛森先拿球 一个三分没有 哈登身高1米98 埃佛森只有1米8 所以两个身高差距非常大 而哈登的数值在NBA RK17 漂亮,三分近了 该说哪了 埃佛森在NBA RK17的数值巅峰的时期的数值是90分 而哈登现在的数值是96分 哈登全面,数值上全面超过埃佛森 漂亮 又近一个三分 两个三分 F34比3领先 哈登 这边咬得非常的紧 好,哈登反归 再来一季三分 这次没有了 防哈登非常难 因为哈登的残跳力 力量 速度 都非常的 强 而对于身高只有一米8的F3来说 显然是一个 单挑上面没有任何优势 升车 好 进了 现在五平 一分 哎呀 好 再造哈登犯规 好 埃佛斯 再得一分六比五 领先一分 现在 现在哈登的分数咬得非常的紧 没法把哈登甩掉 跑 好 双方的比分 胶着 没有办法 哈登具有身高的体格上的优势啊 好 这就是埃佛斯 永远是被 比他自己高大的对手 打倒在地 但是球还能进 也是为什么埃佛斯浑身是伤 勇于拼搏的精神 别人都说他小矮个 不可能在NBA立足的时候 那么 埃佛斯就办到了 做到了 最强小矮个 埃佛斯那种拼搏的精神是 需要人 可以学习的 哇 好 又进一球 漂亮 九比八 那么埃佛斯再拿一球就可以赢了 可以赢得这场比赛了 好 逼到哈登 违规 漂亮 赢了 好 好 好 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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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